大家好,歡迎來到第89集的BJNFC,我白兵 我是心心仔 我是家麥英 今集厲害 我們可不可以加入建制? 現在香港政府說什麼? 玩加密貨幣了,他們後悔了 後悔了嗎? 早一年有立了一段嘴法 加密貨幣 人們都走著後悔,其實我們都要玩 我都想弄這個虛擬貨幣之刀 引他回來,垃圾 這個我在會員收費節目有分享 這裡要分享一個比喻,其實沒什麼 就是你打牌,你打牌的時候全手的蠻子 叫糊的了,你不能吃,打走蠻子 打走蠻子 其實都是做蠻子好一點,你又有頭摸過 現在香港政府就是這樣 其實不會發生的 這件事 其實不會發生的 因為會已經完蛋了 就是你拿著,然後你不會不吃 就是你最多人打不吃 香港政府就是不吃 自摸也不吃 你前一年還有那些好多 還在香港分佈好多 他看你這麼不友善才離開 其實那時候可以吃蠻子 為什麼是在打牌這個人 他沒有收到指示要吃什麼 所以他做蠻子 他都不敢吃蠻子 我沒有收到蠻子可以吃 我陪他打 你想想他收到指示是吃蠻子 整隻蠻子 是蠻子 你不要吃蠻子 我要拆十三隻出去 要打出去 拆十三隻蠻子 就是這樣 還要知道 頭髮已經在地頭上不允許做蠻子 那他自己怎麼做蠻子 我整隻蠻子在 下家會打牌的 你打了十三隻蠻子 你可以吃的 你做什麼 還有新加坡就一直看著 你不吃蠻子就我吃 新加坡就是下家 你拆了十三隻 你可以吃的 他就留得華那句 蠻子看穿 安全 童子安全 我有十三隻 我拆出來就不安全 最多是我 還有一個重點是 大陸不能讓你玩加密貨幣 怕你走錢 但如果你的錢已經下來香港 他就不能不讓他走 如果真的要走的話 所以你在香港搞加密貨幣是沒有問題 是不能影響你打過國策 但其實現在這個加密貨幣 是不是香港唯一的發展出路 香港真的沒有其他產業 你高增值產業 你就是玩晶片 香港玩什麼晶片 所以不可能 香港玩晶片 所以不可能 香港玩晶片就可以 晶片 晶片產業 所以你這些所謂高增值的東西 其實只剩下加密貨幣 最適合香港的 唯一可以 覺得你有些感覺 只有加密貨幣 為什麽 為什麽 加密貨幣的 韓內的專家 有沒有去過Fintech 沒有 為什麽不去 垃圾東西 這些是負責搞Fintech 那些 他不是participant 他是那個organizer 是嗎 是不是organizer 沒有 不知道 我們今集就說Fintech week 是嗎 是 我作為一個人 我就是看Fintech week 就是韓內吹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類似 在這個類似的時間 搞Fintech week 上個月 新加坡和香港 擺明就是one onone 困 香港輸了 每個人都不來香港 只有兩三個來 我見到誰出席香港的 陳茂波 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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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IT 還有一個是什麽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鄭志光 我見到鄭志光有發出 只有這兩個 但人家新加坡也不是 有醫生 還有一個叫 不算加密貨幣圈 我們覺得白兵不算加密貨幣圈 他也說得出 reason 選去新加坡 然後City Bank的總裁不來 然後Barclayers不來 Black Rock不來 今天再多兩個不來 沒有感覺 家裏煲下湯不來 家裏煮飯 過不來 過不來踢球 不好意思 只有多一百 我們主場的主辦人說 差三個人 差幾個人 缺席 不要緊 有二百人 我們有二千多個NFT準備了 只有百幾個人拿 只有百幾個人拿 你有沒有拿 沒有 我都說不是這些 他是free mean 他不是free mean 你有出席 他會記錄你的電郵 他就會經電郵 留住你的名字 之後就會再等你 搞好那些帳號 那些東西就會給你 香港 但是香港有一個叫做蕭逸的人 蕭逸就是這個 Sandbox的創辦人 那個 阿瑞 那是Bang 現在 因為Sandbox 在香港 沒錯 Sandbox的位置就是香港 Mau Po Channs都附近香港 所以他都要出席 我知道 我第一個都問Mau Po Channs Mau Po Channs好像剛剛好 還得 expans�� 但是明天又去打風 Mau Po Channs 又有Catshu Li Catshu Li Catshu Li 我一向是支持香港NFT 港隊 你如何跟新加坡困 席 新加坡的人馬真的強很多 怎樣看 好 今天就會講一下這件事 我逐點細數 逐點細數其實也不是很多點 因為他說了一堆宣言 Declaration 那堆東西其實 空泛的東西都多 因為他實質要操作做事 都要經那些 宣言也是虛泛的 對 都要經那些落實 立法 各樣東西 好 來 逐點來 第一句話 有多少點 五點 OK OK 港府就加緊籌備虛擬貨幣產業服務 給這些供應商有一個發牌制度 說完 就是說會發牌 其實這件事在2019年已經說了 說了很久 他也有發過 不過這麼多年來好像發過兩張 發過兩張 第一張是OSL 一間香港的證券公司 但你好像聽完都不認識的東西 但你玩開推特的人 就會經常看到這個OSL在推特買廣告 香港首家發牌的加密貨幣 關鍵是他能不能拿到客人進來 而證監也有一條街拉寫著就說 P.I.才可以 Professional Investor 即是沒有意思 即是你不會有太多賣 即是我們的聽眾是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聽眾有P.I.可能有 如果我們聽眾有P.I.可能有 如果我們聽眾有P.I. 不是我們分類一下 原來我們聽眾有200個都是P.I. 那行 我們轉了這個題目去 我只會輸給200個算了 我只會輸給200個算了 我們立刻在YouTube開放那些 那些東美的東西 金額全部都是100美金起票 好 來 接著第二點 那他這句話我覺得有點威力 第二點他就說 香港政府是歡迎全球的虛擬資產業界 來香港開拓相機 浪費了 本身又在香港 你趕走的人 現在又叫人回來 有趣的是他沒說這句話之前 全世界的人都來香港 我在香港 包括什麼 包括FTX 現在走了所以他還沒再說 FTX走了 FTX也算是大 大大大大 那FTX也是 Crypto.com也是 那這兩家都走了 好 來 第三點 就是這個SFC 將會就著這個新的發牌制度 容許零售投資者 就是散戶 可以買賣虛擬資產 然後就會做這個公眾諮詢 那 文說他是11月12月就做公眾諮詢的 兩個月之後就公眾諮詢完 那如果大家作為公眾的話 有機會被他諮詢到呢 你們厲害了 以我的 這個公眾諮詢的見解 就是政府的公眾諮詢 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做 以及什麼時候做完 然後就會收到 哇 港大市民都很歡迎 這個公眾諮詢 永遠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第三點 然後第四 這個就會長一點 香港呢 是會引入這個 ETF Crypto的ETF 那 ETF這件事 在美國說了一兩年 如果搞到這個Crypto ETF 將會 比美國做到 納入很多那些產物可以玩到 即是玩開股票那些都可以玩到Crypto 哇 現在香港見到 喂 不如搞ETF 然後 股票壞到這樣 是時候又玩一下ETF 是啊 今天又上回萬五點了 沒有理由給這個邪惡美帝 是啊 沒錯 然後 香港政府就說 這個抱持這個歡迎態度 搞這個Crypto ETF 還表示很快就會發出一些通涵 是關於這個Crypto ETF 然後昨天 這個證監會的副行政總裁 梁鳳儀 就出席這個Fintech Week 然後她就說 啊 香港虛擬資產的ETF 我們玩是玩期貨先的 那就屌尼老微 大家都以為玩現貨 期貨早就有了 美國屌尼老微 你又吃人口上嗎 那她還要是什麼呢 她怎樣敢比美國 她就說 因為現在期貨的ETF 已經可以控制了 那我們主要對口那個 都是跟芝加哥交易商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裡做的 那屌子 你就是 又是 就是叫什麼 拿貨在人家裡拿貨 然後再給香港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香港人不直接 為何我們香港不直接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玩 我們直接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玩 我們直接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玩 就行了 這件事就 都叫做 他們做一下事 這是我的看法 作為香港人這段不值得 然後 第五點 然後有Stablecoin 港府又說 國際對Stablecoin也有些共識 不過就要管制一下 Stablecoin就一定要穩定 即是她以為英文轉成中文 就好像說了一句話 Stablecoin要穩定 其實是不是 香港Dollar就要在香港 就要在香港 不是有首歌 要穩定 要穩定 那些銀行歌 跟著還有 有個屬回的機制 要做出一個適當的監管 這樣搞完這幾樣 就可以進入下一步的工作進展 不知道昨天誰 在那裡 CALL了我和阿水哥的節目 是 之後她是直接說 是說 屌你老什麼 你拿香港的那些 我會基金玩 就得到這麼多錢 她的意思就是說 作為全香港最穩定 跟最老牌的Stablecoin 即是港幣 是 香港上一夜 在Crypto插旗 其實只需要把聯繪做增長的那個Pool 即是未來基金的那個Pool 拿了二三八億港幣出來 做回一個Collateral 1比1 Min香港HKDC就搞定 即是那個Bed Asset 有背後支撐 就是真實的港幣去撐住一個虛擬幣 沒錯 這個就是所謂的屬回 那你出了一顆虛擬東西 背後有一顆真實東西的意思 其實以香港的外匯基金的尺寸 其實玩什麼都可以 在一個世界來說 是一個很大規模的資金 只不過不會這樣說 香港的外匯資金就是大戶 如果放回世界上 是很大戶 是不出手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水哥的節目 我有聽第一集 因為外匯基金他不是說明他有分兩拍嗎 是啊 是啊 那他要確保這個聯繫匯率那一部分 當然不動 他已經做好了 而且是超過100%的 水哥說 但另一部分是很難多錢可以拿出來的 是 那一部分其實可以做這些 卡超尼就拿了300億出來 去做未來發展基金 那個什麼淡馬石 淡馬石 淡馬石是一萬億 其實也是那樣的 其實也是那樣的 不過不要緊 之後他再有說 就是換一半做USDC 開一個LP 我不知道是什麼 哈哈 水哥說的 不是啊 有個網民這樣code了 那走一轉已經是USD5B circulation LP意思是liquidity pool 就是在去中心化金融裡面的一些操作的動作來的 就是要放一坨的cone下去 去給人做這個兌換 哦 是啊 如果香港那個pool是玩到什麼都可以很大壺 其實玩到什麼 只不過香港那個pool是什麼都沒有玩 只不過他之前 就是直上全球20大token 可以 是啊 其實是的 只不過也都沒有說 香港是真的很有錢的 就是你作為一個客觀的事實來講 就是有錢 香港是一個很有錢的 香港外匯儲備基金有沒有四千多美金 四千多億美金 是啊 現在整個crypto market 才是一萬億美金 其實港府這個錢已經佔了整個crypto market 40%了 是啊 是啊 他一進場 到最後整個crypto market 整個crypto market 香港真的有心玩這件事可以拿裝的 記得這樣說 香港其實那個pool的能力是玩什麼market 都可以拿裝的 其實去年中國政府是贏了 因為超過六七成的礦場礦機都說在大陸 一聲令下全部出走 這個就是做十三腰吃的了 然後就說不如試試做晚子 打了一隻絕張一筒 是啊 沒有得吃十三腰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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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他的感覺是什麼 你們吃不到十三腰 我拆了四隻一筒 是啊 但其實你也是吃的 其實他是看得到 但是你覺得 光哥作為一個NFT的 sorry crypto的行動人 你覺得香港是否可以吃到 就是中國不搞這些 那香港是否可以吃到那條水呢 現在這個舞台他這樣搞這壇事 全世界都聽到香港政府說的 然後他們願不願意來香港發展 是下一步 但是他們聽到 而且他們也有回應這件事 其中一個大臣SBF 他也有回應 他說太晚了 他說太晚了 他說如果香港是搞這個crypto的中心的話 是可以成為亞洲第一的 世界第一 那他走了 他講什麼都可以 最關鍵是 他願意回來的 就是這句說話去成立 但是他不回來 他講什麼都沒用 他問宇宙第一都可以 他有說什麼 人家是在的 他說 A really promising update from Hong Kong on crypto 這個更新也很好 這個更新也很好 很好 If only it had come last year 如果上年來就好 這樣 然後crypto現在 FDX總部搬了去巴哈馬 為什麼要搬呢 原因就是因為上年中國禁所有加密貨幣的產業 SBF就心想 那香港是不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應該是 那看來香港都會這樣 那我走了 那件事就是這樣來 就是趕走了 那他是不是這樣想 Exactly 我猜的 但是在他的平台上 所以他在香港上的操作 那些操作 作為香港的用戶 是沒有得玩去那個ICO 那我就知道 看來他都不想冒這些險 所以最終他搬走了去巴哈馬 而本身這個SBF 他在金鐘 Pacific Place 太古廣場上班 大家其實有緣可以看到這個crypto大神 在香港 那現在就有月了 另外crypto.com 這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總部在香港 去年都搬走了 搬去哪裡 新加坡 去了第二個亞洲金融中心 有輸過給新加坡 然後 有這些狀況 那我繼續去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 看到每次都搬去新加坡 你都會覺得 嘩 真的 都不是每次都輸給新加坡 都賊的 那問題是 人家本身是在香港的 他是本身在香港的 你現在是 你沒有看到香港本身的優勢 還有什麼 不跟自由民主的事 新加坡都獨裁 新加坡都獨裁 新加坡都有國安法 人家都過去 我不行了 香港真的 我要去新加坡 你那一刻 那個可悲的感覺就是 這個 真的很強烈 我覺得如果香港 叫做 吸納很多crypto的公司 在香港發展 對香港的用戶來說 唯一一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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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入金好能方便 其他都沒有了 因為我們香港用戶 以我理解 用常識去解釋 其實都是在用一些 Global Exchange 就是一些叫全球的交易所 這些全球交易所 它是不是留在香港呢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它的交易量夠大 我入10億下去 我可以拿回10億出來 這個就是交易量大的好處 如果說香港有一些叫陀地 試一下陀地好不好 那香港的陀地交易量 就 不是糖水滾糖魚 七八萬個香港人 可能只有幾萬個香港人玩 那夠錢的交易量不夠大 我入10億下去香港交易所 我拿回1000萬出來 都不知道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那個 會顧慮的東西 作為用戶 但是 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出入金 就是 我港幣對加密貨幣 例如對USDT 對USDC 能夠有些陀地交易所 或者一些找碗店讓我做到呢 那便便宜了 而這些找碗店的營運商 它能夠將USDT 將這些港幣作為業務 然後開到銀行賬戶 入到錢下去 那其實他們才能夠營運到 但是香港的證監和政府 一直對加密貨幣的取態都很模糊 所以銀行就用自己的眼光去看 就是 採取一個不友善的態度 港府 因為沒有表態 港府 扔了就沒有死 沒有制度 那我不做你生意 無謂做你少少生意 搞到有機會奶焦 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對香港政府 叫做歡迎 現在對加密貨幣的看法 那這次的政策宣言 有沒有改變到這件事呢 我覺得之後它 其實有的 有的就是 它有一句說話 只要加密貨幣的業界 能夠跟金融行業的做法 一樣看齊 就是打擊洗黑錢 還有那些 什麼反恐怖分子那些 那些 折洗錢的東西 總之做齊這些東西 銀行是應該要支持這個行業 就是它有開到聲音 那如果它是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加密貨幣界 至少先開到銀行戶口 有生意做到 然後再做出入金是合法 那這件事對我們用戶來說 是最大得益的 我都感受到它是想向 就是 用戶朋友去虛擬資產這一部分 就是 那個感覺是 我都想到 很多產業都走了 那不如我們找個新的產業去做 不如就去虛擬產業 反正本身都在 那個感覺都很明顯 虛擬產業 我們支持這件事 我們覺得這樣 只要你不足夠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支持 我覺得那個取態是這樣去 也都全世界得到這個訊息 但是問題就是 好了 那你現在的競爭者 就是新加坡已經很明顯 又或者不要提出這件事 他都在去這一部分 是 那香港在這一部分當中 有什麼可以贏到新加坡呢 甚至你純粹這個Fintech Week 當中你吹得多閒 你說得多厲害也好 你出席的人 你出席的Party也好 你都可能一隻隻隻隻隻 你都不夠新加坡來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擄置香港的一個 一個虛擬資產的一個Player 我也覺得 真的很明顯 現在很多好像 你看到出席Fintech Week的人 你都是選新加坡 instead of香港 其實這一部分 是不是都差一點呢 以謝坤姐來說 我們舉兩個已經發生的事情來講 就知道其實新加坡 是優勝過香港 在虛擬資產上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三戰資本 他都是兩個 就是叫做在美國讀書的人 然後搞三戰資本這堂東西 他們都是在新加坡下腳 他們沒有在香港下腳 原因不知為什麼選新加坡 而不選香港 但是以結果論來看 他們在那裏發揮 也都在那裏收皮 另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Dudecoin Dudecoin就是Luna的創辦人 其實他搞Luna的時候 他其實都不是在韓國搞 他都是在新加坡那裏搞 對 其實我想他這兩家在虛擬資產 曾經叱測一時的大機構 他們選新加坡的原因 我想就是 跟香港一樣都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本身有這個底 然後另一樣東西 是英文比香港好 我猜 我猜是這樣 否則的話 為什麼不來香港呢 這兩家 反過來來說 FTX本身也在香港搞的 又不是在新加坡搞的 Crypto.com也在香港搞 又不是在新加坡搞的 本身應該是國有優勢的 即是打和的 即是超級的 但現在就趕走了 現在本身就趕走了 本身在那裏就趕走了 那以新加坡的優勢 我眼見現在看到的 就是 新加坡的星展銀行 已經跟政府合作 去搞這個CBDC的試點 但不完全是很Crypto 這個CBDC 但是星展銀行 也都申請了這個 星展銀行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也是合法地運行 只是服務高端的客戶 即都是PI 這個 在香港你還沒看到 銀行沒有搞加密貨幣交易所 這件事 但在新加坡已經發生了 現在我想香港政府 叫做後知後覺 後來居常 叫做容許大家玩 我歡迎 那我覺得最關鍵是什麼 香港最大的其中一家銀行 叫做Hong Kong Bank 就是這個匯豐銀行 他是出名High的了 對Crypto 那看一下 他見到 哇 政府這樣表態 那他會不會friendly 呢 這個是很關鍵的 其中一件High的就是 禁止客戶去玩 你的錢是玩Crypto 先凍結你的銀行戶口 但是自己就是這樣去投資 那些Crypto的Firm 那些風頭 那些枯發器 他自己有份投資 其實作為一個玩虛擬資產的 你只要知道你可以出入這麼方便的話 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猜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把大陸的所有人來香港 不要再買樓了 不要再買股票了 都是國家政策 不要再買保險來把錢這樣做 直接下來 買貨幣 買You 買貨幣 最初是貨幣 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多這些 是不是時候要買少許貨幣 貨幣 貨幣 HT都升了很多 但是 都要買少許去支持一下這個 就是 孫宇神 偉大祖國的這個建設 會不會有牛幣呢 遲些 牛幣 牛幣 什麼 嘩 這樣都被你吃到 那些 那些 這個Fintech Week 孫宇神也有發聲 孫宇神發聲 就說 喂 被散戶玩 發牌制到 我們貨幣也要申請一張 他也有發聲 某程度我覺得 後來貨幣會下來香港 打擾 突擾 你在地鐵站看到貨幣和孫宇神的廣告 不用怕 原來是自己人 他們會變香港人 很快 香港當然是做的 而且本身 火幣科技 在香港有信事 信火幣好過信這個 好過信之前 在地鐵站賣廣告 那間 陳怡有份支持的那間 叫做什麼 叫做 JPAD 不是JPAD 叫做 我都想不起 JPAD就是NFT 那間是J什麼 PASS 信火幣好像比較穩陣 畢竟是國家支持 國家隊 最後只剩下一兩點 我快快快說 那就是 SBF有回應 香港最有可能會成為亞洲的加密中心 然後他有一番說話 我現在就讀一次 如果你看看世界上的加密中心是怎樣 我認為巴哈馬看來是其中之一 杜派看來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如果你看亞洲 這件事一定是香港 哇 說得多漂亮 即是你搬回來才算 混蛋 這個就是 看Action Louder than Speed 你讓我開到一個可以買到東西的FTS的帳戶 對 最直接是港幣可以進去買東西 最簡單 其他都是廢話 Bullshit 這個香港的Fintech Week 或者政府說的Crypto 暫時到這裡 接下來還有些什麼要說呢 就是 明晚 星期三晚 11月2日 關鍵日子來 聯儲局加息 即是 來不來又說這些 明天就會說加息 順理成章加0.75% 加三碼 就是大家都認同 或者大家都預期是這件事 如果 現在這個機率有多大呢 是86% 加三碼 是高機率的 剩下十幾個%的機率是加多少呢 加兩碼 0.5% 如果開兩碼的話 大碼 所有股票和Crypto 升到珠希 一定 但是這個機率很低 十幾% 那 為什麼說 會加兩碼 會這樣說呢 因為 聯儲局 其中一些 叫做委員 或者一些 叫做銀行之友 又放風說過 其實你 都差不多可以放緩 那些希露 就是 你一邊不斷加息 即是那些叫什麼 叫做銀行 你加了銀行 好銀行 很厲害的時候 你又要拿回銀行 接下來可能會減回銀行 或者放滿 那些叫做銀行 對 即是你打完銀行 就要拿回銀行 那些叫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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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說了 對銀行的數字公佈 預期是多少呢 非農的就業人口 人數 將會加加20萬 那看看 出來的情況是多少 失業率的預期 就是3.6% 那這些情況呢 公佈數字明天加息 星期五的非農 那些失業那些 我估计其实对市场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市场已经接受了 只剩下最后11月12月 你懂吗11月加0.75了吗 12月加0.5了吗 知道了 扑街 除非你有特别的不是这两个答案 否则所有的股票或者加密货币的价 已经预期了 已经预期了进去的价格里面 不会有太多特别的东西 但是凡是这些日子公布数字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情况叫做杀两边 杀完多头杀了空头 就是看好的和看淡的那些 价格将会波幅得厉害一点杀了两边 当你打算高追买入的时候 见女星就掉头回来了 对了 掉头落里放的时候又升回来 总之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些数字我们要清楚了 然后下个礼拜 11月10日就会有这个CPI 10月份的CPI会公布了 那大家知道有这些日子就OK了 那最后Crypto说一样东西 说Elon Musk买了Twitter 说他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狗狗币 7日升了120% 那大家应该 他好像是不是说出过新的币 是 Twitter加这个狗狗 我未看到这个消息 我见有人已经在Twitter上好痕地 post Twitter加狗狗币 不知道怎么发音 总之Twitter就加这个DodgeCoin 那些粉丝幻想是很强烈的 在狗狗币的 就是狗狗披着那个Twitter 那个披肩 今天Elon Musk 本身已经升了八九多% 就是狗狗币 今天下午 就是星期二的下午1点多的时候 Elon Musk在那边应该深夜的 但是不能睡觉 我认识 我认识好图片 然后弄出来 狗狗币再升10% 由0.12%到0.14%附近 就是能够出个Twitter 可以影响全世界 除了特朗普之外 Elon Musk Elon Musk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一进入Twitter 立刻炒了法律部 尤其是密使用 他现在整个董事局 都炒了 只剩下他一个 是的 之前不明白 我就是Twitter Twitter就是我 之前永久Band Trump的 都炒了给他 他又说到这个董事局 是临时炒的 只有我一个 之后会有其他人帮忙 我都不相信只有他一个 你还有Tesla 你还有SpaceX 还有Ember Hurt 不是认识就算了吗 还有Boring Company 还有自己的儿子 有没有论多东西 好像他的儿子都很厉害他 然后可以说一堂蠢事给大家看 这个蠢事不关我们的事 是关Elon Musk Elon Musk有什么蠢事呢 你香港投资 本身Twitter的创办人Jet Dawsey 他还有千几万股的Twitter股份 价值十亿美金 已经是属于 然后Jet Dawsey直接 可以了我过给你了 不用钱了 那又令到Elon Musk便宜了十亿了 Oh my god 这个收购便宜了十亿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朋友 现在440元 现在430元 有这样的朋友 大概是这样 大概细节不知道 但是有这样的消息 不算是新闻还是消息 Jet Dawsey 本身我们Friend底 一起出席过那些 Bitcoin峰会 还有Cavin Wood 就是木头姐 一个可以将80亿 就好像我说50元餐饭 算了 就是这个地步 就是这些朋友 白冰你是不是吃叉鸡饭 帮你买卖 那些 然后白冰 给回那40元 不用邮他 现在是变了10亿美金 10亿美金 港元80亿港元 10亿美金 那就行了 我过给你了 不用搞了 不用搞了 那就是 抖一抖 Elon Musk 因为Jet多时在4月的时候 有出个Tweet说 我觉得能够令到Twitter可以 就是 更上一层樓 搞得起 或者是更去中心法 更加做到 他应该为公共服务的使命 只有Elon Musk 他有这样出个Tweet 还有他有说 还有现在的CEO 所以我才交给他 但是现在Elon Musk 一入住 立即炒够了 一生不灵 藏二虎 有这样的情况 今天Crypto 就说到这里为止 接着到NFT 紧接下来 我觉得 刚才紧接着光哥说 如果玩NFT 或者有涉足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个Twitter 帳户 那是不合格的 快点开交到Twitter帳户 就像这样走 帝安也扔了5亿 给Elon Musk 帮忙 送5亿 给你这个见面礼 帮帮忙 帝安 可不可以帝安 参加一份在Twitter里面 我帝安可不可以出到Tweet 安全出到Tweet就可以了 你自己搞平台不要緊 我可以照射到Share 不要帮我 不要帮我帝安 5亿见面礼 其实你看到路向可能是这样 如果Elon Musk要走Twitter的话 包括NFT 或者包括Crypto Twitter如果没有帝安 其实是不合格的 大家真的要搞 有一件事很高的 Twitter 我早几天发现 是 因为Twitter的图表 可以连接Wallet 转成NFT 但只有美国用户才行 香港不行 我心想 是 那些就是 说不出那只Maisy上去 是 说不出那只猴子上去 很差 但是我Twitter是没有人追蹤我 我不知道给谁看 你以为你有只Maisy很厉害 人家以为你的Maisy是YK 那关键就是没有了那个功能 如果是NFT 它会是六角形的 如果是NFT 很用 今天NFT我们讲的项目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项目就是 Art Go Plus 今天录音时间是11月1日 星期二 Art Go Plus 严格来说是10月31日的项目 在美国时间 10月整个市场都是闷闷闭闭闭闭 都没有什么感觉 很多KOL都讲 10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整个市场都没有什么 上到1E的项目 最后就做一个Art Go Plus 13E 是一个3Main的项目 一来的话 今天最低是10E的 最低是3Main的一个暗号 最便宜是12E 现在应该站稳是12-13E左右的一个 10月整个外滋滋滋的市场 它是一个很硬的市场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交流量 其实它有 单日5,000E 基本上是杀了所有的东西 5,000E是说几个小时前的 如果计算现在可能是6,000-7,000E 杀了所有什么 什么Base 杀了所有 就算是7天的项目 也杀了所有Bullchip的项目 整个10月可能才有12,000E 他今天一天已经 推施了一半以上 对了 有个Art Go Plus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项目 也有一些KOL分析 接下来有什么项目 你要留意 首先你要留意 大概是2000项目的 2000组织的项目 最重要是3,000E的项目 还有最重要是 搭配PARADY的VC Virtual Capital PARADY的Virtual Capital 其实分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它之前分过Coinbase 它之前分过DigiDagaku 我们之前说过DigiDagaku 这个Art Go Plus 其实它也是分定的 是的 它分定 基本上有这个paragraph 其实我们现在在NFT圈当中 有这个VC头的话 基本上都赢了 总之它现在就是NFT龙头的VC 就是看哪一个大机构背书 是的 只要它这个名字 现在它这个名字 比所有其他大机构背书 甚至比Nike 比Editas 比所有其他大机构背书 不知道 市场反映 市场你看到DigiDagaku 上10E Premium上10E 2000组织 是的 当初的Garry Wee都有这个效果 是的 现在没有了 Garry Wee现在没有这个效果 Garry Wee现在大概是 之前它都可以 它买到的项目 都可以赢到一天左右的 投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其实现在到了VC Paragraph Argory也是赢了它 它的设计者就是Ricky & Morty 的设计者 Justin Ho 是的 都是Bag 但是我觉得Paregraph的Bag 是比较多些的 其实它 昨天31日之前 其实也有很多KOL 去讨计这个项目 但是一上升 12 它是香港凌晨4点多 是的 那你们也知道 所以NFT这个市场 其实不是很user friendly 香港的市场 下午的项目 因为它很强的项目 我已经研究过 要么就是凌晨4点 香港凌晨4点 要么就是香港凌晨6点 都是这些时间 是的 就爆了 这就是香港凌晨4点面 当然爆了 爆到天花浓缝 因为它的白单 本身它的白单 已经在市场上的第二个市场 是在卖4点的了 一个Free Mean的项目 它的二手市场的白单 是在卖4点的 即市场其实很想看好这个项目 是的 亦都市场最有的反应 是没有令买白单的人失望 就是想想想 你4E买回来 你坐底也12E买出去 如果我有4E 我要么买一张白单 要么买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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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一张白单 其实都是三倍回报 那你想想 你4E买白单 你可无限买的 你不止买一个 你可买三个 四个五个 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好的 市场的反应 就算10月整个市场 都呆滞滞滞 最后一天就给你一个这样的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 我建议大家去看它白皮书 这个项目 其实它是整个 一个financial的实验 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art的元素 就是可能有一些art的designer去设计 然后它就可以把那件作品 印在artglobrist的图上 然后就当一个nft卖出去 因为它这个project是会生成一些token 它有一个叫做goo的token 就是它是tokenized的 也都用那个token 可以再面对不同的artglobrist 就是面对不同的artglobrist的item 再印它的project上去 但是我们在nft圈的 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类似 一个金融的实验 就是它如何量化一个art的nft系的product出来 但是它其实它会继续在nft的product中 再印更多artglobrist 因为你现在看到它大概有2000多个供应 其实它会继续再有更多的供应 只要再有人印 现在phase1是2000个供应 之后陆续的total是有1万的 就是它会继续再印出来的 只不过之后再印就要用它的token 就要用它的goo的token 所以我们去研究它的project 它是一个类似一个financial的experiment 就是我如何控制有限度的supply 我亦都不影响nft的价格 所以它是类似一个实验 所以现在它的价格去到11-12亿的话 其实很多投资者都是看它先到 就是我早点去拿到goo的token 去再印的话 是那个value来的 所以你其实看到nft的可变性是很大的 就是如何玩这个project 如何用nft去令到一个financial的product 但是它出来了 那artgobrace是一个实验品去做这件事 当然它现在的价格 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nft圈当中 它对paragraph这个VC的backup 是很大的信心 觉得有这个backup没有死 大家看到DG大家库 保持空头保持升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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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玩一场钓鱼的游戏 我一直在玩的 是呀 一直在玩一场钓鱼的游戏 是呀 一直在钓鱼游戏 一直在钓鱼游戏 我一直在钓鱼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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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在看他这个VC的backup 因为现在他做出来的experience 就是大家觉得 NFT圈当中有这个VC的空头 基本上都是没死的了 再加上现在Aggrobrist这么强的话 那你也看到那个Trading volume 其实是在吃了整个市场 它一个很大量的钱 那我也觉得 十月尾 尤其煲一煲 这么大的钱 其实将那个 就是刚才说的 一个横腹于民的概念 将一个很大的钱 他一天可能五千多 六千亿七千亿 那有些人卖了他的Aggrobrist 那他的钱去做什么呢 我买了一只 我代回十亿 那他会投资什么呢 那其实 对NFT这个市场来说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新资金的效应 然后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去给NFT的市场 突然间多了五千六千亿 好了 五千六千亿 然后用在哪一部分呢 到哪一个项目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只是这样单日 他五六千 即是六七千亿 因为其实我今天 就是放工看的时候 已经过了六千亿 计算他可能 六七个百分比资 其实他收了几百亿的了 单日 几百亿其实是几百万港元的 单日 他又可以数回地板 所以就是很 就是NFT那个圈 如何去将市场的银码增值呢 那Art Gobeless就是一个 sample去怎么去做 那用得这个 这个VC Backup的project 其实都有一定他的可变性在 是的 你见到DG大家库 其实keep住空头 昨天空头 前日空头 其实你keep住 见到他的空头的value 都没有跌到 是的 那今次他玩的是一个 可能一个financial的experiment 去怎么去做一个 我继续继续出token 我怎么可以维持到 我的token的价值之余 我的NFT也都不跌价呢 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做一个 这样的experiment 怎么去做 是的 那投资的其实都是觉得 你这个experiment 有他的能力 可以做到 是的 那就投下去 其实你见到很多 其实 Arc Goblins这个project 昨晚出到现在的话 其实你见到 亦都很多KOL去煲 或者去投了这个project 因为你在说十几亿一只 虽然不多 因为都是在说两千多只 十几亿 不如买Macy 好过 现在Macy也是十二三亿 正正就是跟这一只东西一九一样 但我见到很多人是买这一只 可能是买Macy 买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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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Arc Goblins 是估计预测的 我刚刚说的就是 大家的价格其实都很接近 现在都是十二三亿 那究竟有十二三亿的人 是买这一只新东西 还是Macy 好呢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NFT就讲一讲这个project 那我也见到就是我们DC Group 就是我今早一早就讲 哇Arc Goblins这个project很厉害 那都有很多朋友就说 这个是什么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 在NFT圈当中 其实Arc Goblins这个project 在上个月月尾那几天的话 其实都吹到很痕的 那也都证明这个圈不是很大 就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一样东西 但是 但是 资讯差很好 是的 资讯差其实是很大 就是 我在说在欧美市场 其实是一个很夸张 热度强得很厉害的project 但是 在亚洲市场 可能香港市场 玩好NFT的 会没有听过 这个是什么来的 Arc Goblins 那你见到我上了trending 那你才见到 然后再研究 那也太迟了 那就是炒上去 或者 资讯差太不对称了 这个是NFT 你可以赚钱的位置 我会觉得 是的 因为资讯差太大了 人家都叫了 你来做牌 人家都叫了 我叫了 就是我跟着吃 那你才跟我说 如何打牌 打牌是什么的 所以 那不是要没有牌 是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financial experiment 是的 今集差不多 差不多 好 下集见 拜拜